你要讓生命有意義 那你就必須要讓它賦予色彩 那你怎樣豐富你的生命 它就會變得有意義 那對聖像化我也是這樣覺得 好像小孩子看的話說 它是非常吸引人的 那就好像你在看一個冒險的一個 就是一個探索的世界 它跟一般不一樣的 你會看到它沒有這個透視法 因為它主要呈現就是超越時間跟空間 那它沒有陰影 光是來自天國的光 而不是屬世的光線 它的這個身體 那不是有這個曲線的 那麼強烈的表達 不是要有一種那個肉體的狹障 看到它臉部 那是非常這個安詳的 那不會給人家一種就是 憤怒或是不平的心 來觀看這個聖像化 大陰架 那木板的中間的縫也很大 然後你走的時候 有一邊的木板有時候會翹起來 所以是很恐怖的 第一天上去我都沒有下來過 因為我不敢下來 然後直到他們叫我用餐的時候 那希臘用餐不是12點 是大概三四點 一個好的這個藝術 你要給人家有一種平靜的心 它有很多這個不懈 那在這邊就是讓你潛意識 不會那麼與人容易有衝突 還有它這個色彩的祥和度 即便是在聖像化中 你可以看到我們畫不義的人 就是壞人 我們不會畫得很兇惡 不會讓你去仇恨這個人 那主要的目的我們就是說 我們可以譴責這個人的行為 而不是譴責那個人 就好像有些父母就說 我的孩子很笨 那有時候你不是譴責 這個小孩子 你要去探討他為什麼笨的原因 也許他在學校功課不好 是他的視力 他的聽覺 或是其他的學習方向 或是學習方式錯誤 你要去改正這一個幫助他 那在藝術療法也是 我記得我遇到一個 就是也是大師級的 然後我去拜訪他 我有一些部分就是畫身像化 有一些弱點可不可以教我 然後他就隨便拿一張紙說 你可不可以畫一個動物給我看 那我就想了半天 然後他就說你是不會畫嗎 我說我會畫 我要想怎樣畫得很漂亮 他說你知道我拿給小孩子的話 小孩子馬上就開始動了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 然後我就覺得我想得太複雜了 剩下畫也是 它是一個很簡單的 不是不止在強調你的技法 而是一個心意 就好像禮物 也不是在強調他的一個貴重 是你有沒有那一份心